太鲁格号408次列车因为撞击从边坡滑落的大货车发生了出轨事故 造成了49人死亡 200多人轻重伤 时隔4个多月 运安会公布了多达200页的事实调查报告 发现大货车出发前就因为电瓶状况不佳 一度无法发动 后来到了工地现场 车辆因此熄火 工地人员尝试透过吊车接电 过程当中吊带松脱 导致大货车翻滚 坠落下方轨道 虽然太鲁格号列车出隧道时 有移工到列车旁挥手示警 但因为司机员只有大约7秒的反应时间 还是来不及阻止意外发生 台铁408次太鲁格号事故过了4个多月 完整事实调查报告终于出炉 意外发生前后的模拟动画也曝光 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它进出 刚好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还原 事发前在台铁西正县明隧道上方正在进行轮胎缓冲层工程作业 上午8点50分酿成事故的大货车进入工地 并在9点12分将车上轮胎卸货完毕 准备开往施工便道 但因为车子早有电瓶不佳的状况 中途熄火停车 那它在比旁边 那边就是有停吊车的这个 9点26分工地主任尝试以挖掘机拉动大货车接电 经过两次拉动最后吊带脱离 货车滑动翻滚坠落 同时泰鲁阁号列车正使出和人隧道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带子松掉了松脱了并不是断裂 那么货车就滑动 右后轮有这个线路边拨 就类似甩尾了 行车记录器也拍下 当时工地移工还跑到轨道旁向列车挥手示警 这段时间我们这样计算起来 大约是剩下7秒钟 反应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说 第一个有这个隧道你刚出来的时候突然变得很亮 那么司机员没有办法马上看到 泰鲁阁号司机员只有不到10秒反应时间 由于列车在隧道车速为时速126公里 撞到大货车前有降速到123公里 从车速操作记录上都能看出有刹车 可惜还是无法阻止意外发生 台铁408次泰鲁阁号事故事实报告公开 不过详细分析结论还得等运安会进一步领情 记者送后的